但事实上来讲呢 我们还有一种 Async和Await的模式 Async的Await的模式呢 其实来讲 它使得代码写起来呢 看着更像Java语言 或者说更像C Sharp Java或者C++这种 这像它里边用TrayCache 你知道吗 它不太像Done 也就是说 总有一些程序员 不喜欢JavaScript语法 他们总喜欢 他们习惯的东西 像我是两边都知道 所以我其实无所谓 你让我写啥都行 但有些人是有偏好的 所以那么这时就有人 做了一个语法堂 语法堂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来讲 就是它里边内容 就跟我们看的class 那个是一回事 就是它里边 其实还是这么实现的 只是它把这个东西 给你解构一下以后 它翻译的时候 还是翻译成那个样的 这个就叫语法堂 所以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把Fetch的这个东西 注释掉 我们来看第三种情况 三 那么就是使用async async async和await模式 这个东西呢 它其实是基于 promise promise的语法堂 然后呢 那么它怎么用 上面这不动 好吧 我们把这考过来 告诉你上面这不动 语法堂嘛 就是上面这个OK的 底下掉的时候 刚才我们怎么掉呢 在这写了个凳对吧 我们现在不这么写了 我们现在呢 写一个 先写一个箭头函数 那这个箭头函数呢 其实来讲呢 在这个希望 我在这先定义它 定义它完了以后 然后我直接在底下运行掉它 它是一个立即执行函数 能理解吧 然后需要把这个东西 扩一下 这个结构就对了 这看记得啊 这是那个函数 我们里边没写东西 扩一下 然后掉上它 变成一个立即执行函数 也就是立即执行函数 和我把这个东西 写在外边 直接乱是一样的 我只是想把它包裹一下 把它包裹一下的话 那这个时候 我里边会用到一个关键字 就是对这个函数 我要用一个关键 就是async 一个函数 如果被做了async以后 处理以后 事实上它是被 在这个 这个整个任务计划上放了一笔 就像设了一个side timeout一样 它并不是会把 整个进程 那个县程阻塞在那里 就是不跑 而是说它运行一段时间以后 可以再回来 所以中间的avet 其实是有价值的 否则它的avet是没价值的 一个东西变成async以后 它会在它应该运行的时间点以后 并且不会阻塞它后边的语句 那么也就是这是我说明白了 给一个函数 加一个async的意思 那么加完async以后 底下我们首先来看 还是let 啊 我们let num 等于avet 因为现在p是一个什么呀 p这个东西其实来讲 它返回的是一个promise 所以它返回promise 在这我们记得刚才 我们在这做的事情啊 它返回的是一个promise 你记得吧 在这返回promise 那么avet以后 事实上来讲 它会返回的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数字了 就跟刚才这个东西是等价的 于法堂啊 就是其实就到这了 黑了吗 那么它会把这个东西给出来 那拿到这个东西以后的话呢 那么我们会在这直接console.log 把刚才这行考过来 或者我们干脆在这写这个吧 VL 大家看VL更舒服一点 这样 它就可以 那第一 来讲大家问一个问题 那我后边那个 这个后边这个reject 这个怎么办 好 reject是这样 你在这加一个try 这看着就像 有点像高语言 那些鬼东西了吧 好 在这呢try 也就是说你在正常 因为原来的时候 我永远要想 行了以后怎么办 不行怎么办 但事实上 我写代码的时候 我更关注行了怎么办 所以如果我关注行了 怎么办的话呢 那我就在这直接 这么get它 它正常就按顺序走 然后如果出了任何问题 在这cash CATCH 然后在这里面抓eer eer 然后回车 然后把这个后边这个拿进来 这个就变成eer了 好 那么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呢 我们看一下 等会儿 哪个地方呢 F1 等会儿 好 我们说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 是在这儿 放打一分号 放打一分号的话 那么后面在整个这块的时候 它在解析的时候就出了问题 所以来讲呢 我们现在加一分号 然后我们看 这个 所以有的时候 这个可能拷贝会更好一点 拷贝就不会出的错 但是你拷贝完了以后 大家觉得 你不是敲代码的过程 好吧 我们 有的时候 有些东西是会有trade off的这个问题 好 我们来试一下 好 那我们看到跟上部是一样了 就是这是fulfill的 我们看什么时候能把reject刷出来 都是fulfill reject刷出来 好 那么在这儿 做完了以后 那么我们会看到 上部 跟上部这个写法是 怎么讲 类似的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 这儿我们写了一模一样的 然后这开始 但有些人不喜欢 有些人就是说 我估计也就是成学员老婆 或者说这个是成学员出身的人 那就是说 我必须得 就是写出try cash这感觉来 我才舒服 但try cash来感觉 它确实有一个好的地方 就是你整体的这个代码的逻辑 它是通的 因为你做这个东西的过程 你会觉得说 我这事儿是一步一步的 我每步想都是成功 失败了以后 你就是你失败了以后 走其他的流程 但他这个呢 变成一个二刷数 就是成功失败 如果成功了 第一步成功成功 第二步成功失败 所以他那个不是很顺 所以来讲呢 这个过程呢 其实对于很多成员来说 它是个习惯问题 好 那么这个ok了以后呢 我们来看看fetch怎么用 好吧 fetch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fetch怎么用呢 fetch跟它一样 首先还是括号async 然后是箭头函数 大框 然后后边是 因为这个是把它包起来了 后面是一个立直行 然后开始写函数体 这块没问题吧 首先一个try 回首一个try 这个看抖音看多了 变成回首掏了 这个词就出来了 然后letlet 我们先拿res 这里面说一点 wait这个东西怎么用 wait这个东西在 能用的函数 它一定是返回promise的 那么它返回promise 它什么时候会返回呢 就正常如果你能返回promise的话 一定有两种情况 要么是resolve 要么是reject 它只有是resolve的时候 它才返回 并且它把给resolve 这个函数 这个参数给你返回来 能理解这个意思吗 就你看开始 这个东西开始是哪的 这个东西开始是在凳里边 这个地方 对吗 这个地方其实是谁 是它对吗 是它在这的时候 给进去的一个参数 那么也就是它把这个参数 给你揪出来 给你 所以在这呢 就是resres等于什么 await 那么await后面是fetch 又打反了 然后呢 在这是-public blic blic public exist drpxt 好 fetch它 那么它在fetch 如果成功了 它必然返回 就是resres 好 那么在这返回完了以后的话呢 我lite一下 我lite这个地方呢 我抓 把把ok从res里抓出来 我让它等 然后底下干嘛 肯定得判断一下呗 是吧 if ok 底下我们console.log 这是什么 接收成功 然后呢 else 我们这个地方呢 是console.log 接收事外 好 那么这儿做完以后呢 底下呢 那我们干嘛 又给delete了吧 刚才await了一次 因为这个 在这个地方 我们写的时候 我们记得啊 我们是await了两次 在这儿 你await了一次 甭管是接着写 还是怎么样 第二次await是去解析data 那么这次也是 我就认为 你得解析成功 那么我就认为 你得解析成功的话 那么就是await 要返回的结果 如果没有解析成功 怎么办 那就跑到cash那去了 对吧 aait 然后呢 是res.json 好 那么如果res.json成功了 那我们其实在这儿 就先试试console.log 然后data 然后代码在这儿 tricash在这儿 然后cat sage 122 然后呢 是console.log 失败 好 所以他这个过程呢 其实来讲就很清楚 你看他这个流程很清楚 我就认为你能返回 你能拿回来 我就认为你能解析成功 然后我把data拿出来 那好 中间如果失败了 每一次都是resolve resolve的 我把该给resolve的参数拿过来 那么如果失败了怎么办 好 跳catch 中断 直接出来 后边东西就不走了 那么这个其实来讲是一个 比较 这也就是怎么说呢 其实这个也是比较顺的 这么一个思路 好吧 o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刷 对吧 还是跟刚才那个一样哈